核弹威力对比 鞭炮爆炸高度为0.5米 手榴弹爆炸高度为2米 反坦克地雷爆炸高度10米 马克77型燃烧弹爆炸高度30米 战斧导弹爆炸高度100米 高脚被炸弹爆炸高度150米 重大约5.4度 因其样子非常像高脚杯所以得名 大型空爆炸弹 爆炸高度300米 也被称为炸弹之母 是由美国制造的非核子武器 重大约9.5吨 空投高光率真空炸弹爆炸高度400米 适合研发的真空弹 俗称炸弹之父 威力是炸弹之母的四类 中子弹爆炸高度900米 是一种低当量小型轻弹 俗射技巧 俗称战士 小男孩和胖子 是投放在导火的原子弹 爆炸高度分别是6000米和8000米 爆炸造成方圆14平方公里面 6万状房屋被摧毁 强烈光波 是成千上万人双目失明 6000多度的高温 把一切都化为灰烬 B-83型热核弹爆炸高度25000米 重约1000吨 最高当量为1.200万吨 赫彩成网氢弹 爆炸蘑菇云高度3万吨 实际当量 1500万吨 是大气圈内人类测试的威力最大的核弹 其威力相当于1000颗广岛原子弹 砂防氢弹爆炸高度达6万吨 1000公里外都看到这次爆炸 爆炸可以将170公里外的人灼伤到三级 可以将220公里外的人眼睛闪下 是人类历史上制造的 无论在体积 重要 威力上都是迄今为止最强大的炸弹 这次爆炸中途